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看房房 位于中野是一个经济试用型的房子 中野大家都知道非常的有名 它位于东京23区的西部 该区主要产业是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 在这里,众多的就业机会 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里并定居下来 逐渐的,中野区已经成为了全日本人口密度最高的低层住宅区域 简单来讲就是生活方便 商店昌盛是一个非常有烟火气的地方 今天要看到中野的房子 步行至西五新宿县的找代站9分钟 去新宿20分钟左右 附近有商店街,生活很便利 公寓楼建成于1993年 房子的专有面积在39.84平米 以市一厅,售价为2699万日元 这和人民币169万左右 位于四楼 中野地段的房子本身就比较贵 所以这个价格带装修还是相对稀有的 另外这个房子是没有电梯的 这也是为什么它位于中野 但是价格却不贵的原因 那下面呢,我们就进去看看内饰吧 现在我们已经进来了 面对着大门 大门的右手边 也就是现在拍到的是带穿衣镜的大鞋柜 另外一边是一个L型的收纳空间 可以作为衣柜使用 再往里走 右边是卫生间 马桶比较大 全自动的 所以看起来可活动区域比较小 马桶后上方有个储物柜 再往里走 侧边有吧台可以置物 右手边的房间是灌洗室 最里侧是放洗衣机的地方 顶部有通风装置和报警器 起面镜前有灯光开关和插座 镜子内部可以置物 给手机刮胡刀充电 使用吹风机等都非常的方便 水龙头可以抽出 底下是柜子 浴室的外墙边安装着多功能控制板 里面是一个小浴室 二分式的 一边泡澡 里面可以淋浴 我们顺着走廊再往里走 就到了正厅的部分了 左侧是一个和客厅打通的厨房间 橱柜和使用设备都是全新的 水龙头可以抽出 有进水切换功能 这个厨房带洗碗机 上方是三口卡瑟炉 底下是烤箱 这边还有高温炒菜的选择 方便做中国菜的时候使用 上方是一个极简的吸油烟机 没有多余的边角 非常的简洁 背面的插座可以放冰箱 另一面就是客厅了 里面凸出来的一块可以放这个写字台 墙上有电话 方便和来访者沟通 这个挂环是在室内晾衣服的 如果用不到呢 也可以把它取下来 这一整面都是窗户 因为是四楼 是也不会特别开阔 这个就是卧室了 卧室带一个推拉门 对面的墙上有一个四扇门的橱楼间 可以装得下很多生活用品 阳台的墙边上贴着避难梯的使用方法 这个就是避难梯的平时形态 虽然外箱很旧 但里面的梯子还是很新的 东京近几天黑的比较早了 夕阳还是很美 这个网罩是防鸟的 这个屋子是肉眼可以看到闪光的起空塔的 但是拍摄就有点看不太清了 好的 那今天的中野性价比比较高的 一人住小公寓就看完了 感兴趣的朋友 要记得给我点赞转发三连哦